故乡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对于很多在外打拼的人们都会有一种特殊情感 土胚老房子 古老房门 棕色水瓮 还有挂满院落的辣椒 玉米深深地刻在众多油脂心灵的最深处 岁月已然不复返 但回忆却可以复制 80后雕塑师李懿中用指尖还原故乡院落 唤醒每个人心中的乡愁 6月23日 记者在位于济南西城李懿中的美术工作室内看到 山坡上的砖瓦房 高原上的土窑洞 不同风格的微缩雕塑作品整齐地摆放在工作室内的长桌上 在这些微缩雕塑作品旁 雕塑师李懿中正手拿笔刷 根据照片 按照1比50的比例 仔细地制作者来自陕西顾客定制的窑洞故居 李懿中告诉记者 原本从事大型雕塑工作的他 三年前由于朋友的一个请求 开始涉足微缩场景之作 最初开始制作微缩雕塑时 李懿中没有经验可以参考 炫菜雕刻都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由于中国各地民居特点不同 他在制作前都会查阅大量资料 待充分了解后 才开始对房屋进行塑形 上色 房屋上古朴的漏霜造型也根据不同的样式 一点一点在木板上雕刻出来 李懿中说 微缩雕塑最难的并不是房屋整体 而是还原院落中的细节 例如花草 最大的难点还是在细节上 其实我也在不断地突破各种细节 尤其是这种比较小的花 花草 因为本身花草就比较难搞 你更何况再缩小到三十倍 五十倍 包括它的材料也是很难找 经过长期积累 李懿中的微缩雕塑作品还原度越来越高 每一个作品和真实房屋并无二致 随着自己制作记忆的精进 李懿中每当制作完成一个作品后 都会发到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跟网友分享 最高的视频点赞量近60万 唤起了藏在人们心中的乡潮 李懿中说 疫情期间可能好多人也会回望过去 每个人心中皆藏有香草 那个回不去的故乡是一切的起点 因为好多人现在已经住在城里了 自己的老家 有的人可能一年回去一次 有的人可能说好几年都没回去 或者说已经拆掉了 他们就是一看到我这个院子 就想起了他们自己的老家 我这种微缩雕塑它不仅仅是一种模型这么简单 它确实是代表着每个家庭几代人的这个情感 通过这个模型啊 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回遇过去好多事情 生活的甜甜滴滴 随着李懿中制作的老院子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来自中国各地的人都纷纷找它预约定制自家老院子 与此同时 许多热爱微缩雕塑的人也被吸引到李懿中的工作室进行学习 李懿中说 未来他计划和同学们一块把北京四合院 福建土楼等中国各地特色民居全部制作一遍 唤醒更多人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乡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